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32周年,黄念祖居士开始亲文记,二佛学漫谈,1991年12月22日,黄念祖居士讲授于北京联社,第二集 这是这个使家门我传心的法,我的心里法门涅槃妙经,涅槃妙经正法演造,叔叔不和恰恶,就佛的心,佛的涅槃的妙经,传给了恰恶,为禅宗是传播听的法门,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对于 所以祭祖的人,这个我就在这都要说的,你不修禅宗是正确的,你清晰禅宗是错误的,应当长大,你不正向本离,不住是活的心意, 应该很重要嘛,应该你突然捏,就存了钱,我们要去洗钱,你应该要对不对,怎么人去也不给你 你自我的,不行,应该,哈哈哈哈哈哈,应该这么大的作用 我还能用一笔写作,几十分一笔写作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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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笔写作业,从佛法到中央的时候,一成一切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那谁要知道,过去的大德,现在的大德,不像我这么说,不算的口气 在当天部里,应该都是法门很深入的人嘛,所以我们就不要说那种方便的话,都说那种真实的话 你就好运行大事的审贷,我对你跟他这么一说,他就不安心了,你不安心,你挂起潺一挂起地,你不是一个二门俱说 这是国教的成语,一两个门都破了,就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唯一的唯一的唯一 这么说的经常经历的话,是网指行长,有者搞假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法幯啊终生的根气,将是净书中,如果 Ts teaching,港还是随恨柯这是一点没有价格的 今天这部 분들生的油烧蓝 Mit another food 不良手臂,作为这个土匪座的道长。 明津这个难道说了,那去净凤净,只有这一次来, 为法而来,从这种愿意,万里啊,不愿万里啊, 送净而出来,这种为法的进程,这个自己这种状见, 为法的奉年,他很咬起。 这种愿意,弥陀,这个善道大士的话,这都是弥陀化身, 善道大士是弥陀化身的,这个连世说的, 不然独顺,弥陀也是关于世之闻出火焰的, 那是一代一代,日本人的这些善道是攻净的, 不离从,就像不离极了。 善道大士说的, 世中所以行出世啊, 国为什么要出现于世啊? 为佛弥陀, 为佛弥陀, 为是唯一的唯,唯独的唯, 唯独唯一就要来说, 说阿弥陀佛他本来是大士愿的喊呀。 这不出世,不出为别的, 就是违心出于这些事。 我现在还有很多宗,看不起这种宗。 他这一家就不行, 就起码说, 他的理解就不如山上大士了。 连世大士也是有什么话, 都是极出生极出生, 那他说的话, 那就是, 我和佛弥陀佛的一致的。 所以这个功德, 我们做的这些事, 都是为我们所使用的。 所以这些的功德啊, 是不可辞于, 这种精神, 也是应该可以展开的, 开开开的。 我也是, 今天不忙, 朝娥, 嗯, 意想不到的很多事情, 站在一起了。 这么着, 各的一周, 三个星期, 也许在家, 这时候搞得很累。 不是自己, 或重新健康, 也就是为了, 包括我们的。 因为, 不管怎么样, 最主要的还是, 还是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啊, 这个, 我们这么谈, 当然不是啊, 火箱促进啊, 都不说挺高啊, 但是, 一输出来之后, 这个对象就光了, 而且时间也长了。 那这周所存在的时期, 真的有人看到, 都还有好处。 这个相见, 就陷入你我了。 而且, 这个木鹰, 就那感觉, 这个木鹰, 它很欢迎, 也有点很要。 这个木鹰, 就跟着这个木鹰, 大家很喜欢, 把这些文字啊。 因为有人说啊, 都说很好啊, 可是我这方言不行, 我连听不懂, 就北方画。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文字是统一的, 语言可能不同意的, 听不懂, 就是听不懂。 这些, 还干狗啊, 所以就讲话, 对上我, 一般人文字嘛, 但是谁也不能文字, 文字公主, 这个木头是别人做了。 有不同的方面的人做这个, 是说愿意, 有的是我们请来的, 有的是很有名的, 大学教授, 还有什么, 他这个不能还原。 这个是去过多年的不能还原, 有一件, 最突出一件事。 这个犯态, 也是从别的书里, 原来书上的话, 就说你这个, 就念博一生, 都什么什么功德。 这个, 胡余大夫的念博一生, 都什么功德, 它写成文字, 这一生呢, 可以不止这个字啊。 因为一生多生的那个生, 是一生。 因为一句也叫一生。 是一生。 而别的书上, 都在我刚才的功德非常功德, 非常功德。 那么他就想, 那这是, 念博一念一辈子。 一念博一念错。 就是念一句。 而这一错就不这样。 你念一辈子, 你念一句, 你念一辈子就是可思议。 你念一辈子就是可思议啊。 一生就在念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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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解 вним公平, 你多出了一笔一笔一些,一下,多出了一笔,谁的一笔,这天还出了,全都来了。 我一不许是会写章子,你也不会和独家,你也不知道,但是那个章子最高的意思都不出来了。 我那一笔,可是这样一笔,那就不是哄怕了,只有这个方法。 你把高的口说低了,就有很多人说进口中,我们还有多数的实力。 我们这笔定,大家都不大看不懂。 第一次就要写,写很重要。 写的当然是,成熟在写,没有一百天,没有没有。 要写的就要练着。 所以这个西藏的红果要画的好。 因为我也常要练很多过的西藏的。 所以看来,我想很壮严,很清晰。 现在这句话呢,它也是那么漂亮。 但是那种让人的壮严清晰的,那种的水平,淡淡了。 为什么? 我说画画的本领,我喜欢,它不肯逗你。 不肯逗你,我会画很多才行。 如果对面自己不出错误,就需要很好的一天。 我现在一天,加起来,还是不肯逗你三万。 还要写东西。 所以就是说很好。 所以会客呢,就是这种,总共有一个技能,要叫提掉。 所以纪念一年,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能来吗? 我们还是尽量满足大家的这个。 内容呢,你们提了三个内容。 内容很好。 那么,第一个内容就是无量分音。 那今天我们就要看。 第二个就促少了。 也是大传统。 这个很深入。 是全部结合了禅宗。 因为当时禅宗最盛的时候。 啊,这个,这个所谓的盛,是形式的盛了。 至于这个禅宗, 很多人得法,得道,到明朝已经不行了。 但是那个的结果, 回到到这个明朝的时候, 人人都有做禅禅。 不是佛教族,不禅禅, 才不疯啊。 不疯啊。 啊,啊,啊。 所以这个,联系大师, 就和沈安结合, 他不相同情。 原告是说, 有极客世界, 就往生, 就出入鬼了。 人家听就不听了。 他不相同不生。 一切就是自无自聊, 自无自利, 个人打算, 着相, 。 他不如所有, 听到极客世界, 这个是自私, 执着以极客极客世界。 从那面来看, 这就接受不了了。 但是, 一开头第一句, 都指引人的责心。 所以我们就不能全都介绍, 我们把这个最精华的地方, 共和超人一样。 感恩, TTSMaker, 免费文字转语音网站的无私奉献。 感恩东北口音提供者大林, 功德无量。 有情无情西街成佛。 纪念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三十二周年。